Go!Re!Me!法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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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還幹嘛唱什麼發音練習啊 聲音這樣高高低低的 欸 法授法授很像法說會 台積電法說來了啦 喔 週四台積電法說會要見 轉折 欸 真的嗎 還有0156 明天要除息了 哇 聽說最快一天就要填全息了 一定要看我們節目喔 還有 川普盛險機率大增 美在音音池下跌嗎 還有蘋果歸達 狂追單 到底台積電法說怎麼看呢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忠 嘿 來看一下 欸 你今天要開心什麼 開心什麼 0050056明天就要出息了 然後咧 然後一天就填息啦 你是開心的點 對嗎 靈命就是笑慘了 想那個完全沒關係 好好好 好啦 這個很重要 0050056好不好 對 這個他叫 川普盛險機率大增 美在因此下跌 欸 這兩個關係喔 有嗎 我們福利社分析師獨家告訴你喔 還有 蘋果歸達狂追單啦 週四的台積 台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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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說會見轉折嗎 我幫凱基政軍打廣告了 凱基法說會見轉折啊 你今天那個前面的預告還蠻好玩的喔 法說法說 倒入咪 發搜 法說會 發搜 會不會有轉折的聲音出現呢 發搜好不好 我們請教三位專業分析師 請教你之前 我們今天要吃什麼 我們今天喝奶昔 你今天只有奶昔而已喔 最後喝這個喔 我看有人會神奇 一杯要199捏 一杯199 對啊 這哪一家 nice cream nice cream 聽說那個分數滿高的喔 是哪一家 4.8顆星 哪一家店 nice cream啊 大安的那一間 大安的喔 欸這個中文名字叫什麼啦 義式草本冰淇淋 因為不是打nice cream就好 我在nice cream 看到好多家 不知道到底賣什麼 我們不知道 我們先訂是義式草本嘛 嗯 好 這不是奶 那你不能再喝了 為什麼我們 我不知道我覺得 他感覺Oreo很多 不太像一般奶昔耶 對 Oreo很多耶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融化掉 我覺得還好 我感覺 我覺得星巴克比較好喝 星巴克好喝多了 你覺得那個還好 他的巧克力應該不一樣 我覺得 你是什麼 巧克力喔 對 我覺得巧克力怪怪的 跟星巴克的巧克力不一樣 不知道 我不知道在哪邊怪 可能 可能還是我們融化掉的關係 記得奶昔不要 盡量不要用Uber Eats 好不好 我就去現場喝喔 好不好 不過今天很熱啦 怎麼喝都好喝啦 好不好 來來來 請叫第一位分寄師 何欣天老師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GD老師 這個我的奶昔是草莓的 我喝起來是 因為你是草莓族嗎 我不是 他愛草莓 我不是草莓族 我很認真一族的 我是認真一族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來賓都會自己準備道具 今天我要講什麼 大家應該知道了 錢 浪梗 用過了 美元 不是啦 你這個我們還要幫你撿 美金 蒼奇案 喔喔喔喔 你看 假鈔 老師給人家假鈔 要不然就可以真鈔 真鈔 摺摺放進來 放進來 來來來 怎麼了 我們在發假鈔 喔喔喔被抓起來 我跟你講 唯一 不會把真鈔放進去的 一定是陳映老師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他本身沒有真鈔 對 另外一個真鈔 我都幫人家驗真鈔 對 他都讓人家 他都讓人家失去真鈔 喔喔喔 你的真鈔呢 我幫你看一下 好不好 這個不行 會上老師是不是像這種陳映老師之後就不行了 都沒有真鈔男人 對不對 好 沒關係 他笑了 他笑了 你今天要什麼 所以我們就是 川普的強擊案金對股市有什麼影響 到底後續是會不會噴啊 還是說要跌了 都沒有真鈔男人好不好 要跟我們講川普事件 那個哲哲快點放進來 放進來 我這邊很多 這空間還很大 拜託你 拜託你 所以我們是真鈔 有點有真鈔嗎 到底哪個真鈔呢 真鈔放進來 好沒關係 金鈴老師今天要跟我們講這些東西好不好 好 想川普世界 對不會影響股市債市 來老師 讓你記得加一下 你看學金鈴非常豐富喔 好不好 好 第二位來 楊潰山分析師老師 標股從不會姍姍來遲 柯小老師你好 對 只要看對節目 看我們福利社呢 標股都不會姍姍來遲 所以這個也不是真鈔嗎 沒關係啊 沒有 看福利社然後大家介紹好股票 大家賺到錢就可以 就變有真鈔了 對啊 就可以去買 好喝的奶昔喝 這個老師好不好喝 199 199幾塊喔 對啊 我覺得你覺得有這價值嗎 奶昔都很貴 奶味很重 奶味很重 奶味很重喔 草莓的 好吧 好啊 那慧山老師這個代表 你覺得還好喔 我也覺得還好 我們就不亂推薦了 有時候好吃的東西 我們每天都訂一些食物 因為看起來好像 網路上Google評價蠻高的 蠻高的 可能今天不夠冰啦 太晚送過來了 我覺得喝起來還好 慧山老師那個Line 要記得加一下 好不好 這是我們福利社 美女級的分析師 你看 後面有個VIP 但這帳號太難記了 我們只要怎麼樣 點我們手機拿紙 點這個標題好不好 更多 顯示更多內容 就有很多老師說老師的一個連結 沒錯 你就可以直接加入他Line 好 慧山老師今天要告訴我們 今天你要告訴我們東西 平概股嗎 還有台積電法說 還有台積電法說 18號台積電即將要法說了 那現在大家的重點就是 台積電法說的觀察項目 到底是什麼 今天會為大家做一個仔細的說明 還有哪一些股票值得留意 等一下都會做分析喔 你知道為什麼18號嗎 有時候就是那個18號 那個要甩那個西巴拉 有沒有BG呢 會不會台積電之前出現BG呢 會不會 會不會呢 會不會甩出來的骰子是好還是不好 不要嚇大家 不要嚇大家 嚇大家有時候還要點閱率啦 好不好 第三位 絕對沒有真操 也讓別人沒有真操 謝承諺國外教授 可是可以幫你鑽進真操的分析師 這個講得非常好 我猜他明天自己節目就講這真操的痕 對對對 為什麼插不進去啊 我剛剛就告訴你 有一個膠帶要拆掉 就是要把套子拿掉 套子拿掉就可以插進去 沒錯啦 他又講這種新三色話 又害我們要被禁了 來你說 因為我今天就不喝了 為什麼不喝 因為我那個來就不方便喝冰的東西 對啊 那個來 他腿瘦山來了 對對對 剛才脖子腿在廁所裡面跟我打招呼 對啊 結果我都已經尿完他還在滴啊 所以我以後 給他的取名叫沙肉 沙肉 為什麼用滴的 你怎麼覺得我的存量比較多呢 對啊 是你存量比較少 不過我覺得就是 大家夏天要喝冰的飲料之前 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身體狀況 因為你一下子喝太冰的東西 不見得對身體好 這個特別留意一下 你什麼時候變成健康2.0 哎呀健康3.0 對對對 健康2.0的主持人就 因為 因為 所以我什麼 為什麼我要3.0 這樣你理解嗎 我懂了 因為2.0最近 陷入了性騷事件 偵騷事件 不要扯遠了啦 陳妍老師的line 好 注意一下 老師就告訴你 0050 0056今天 會不會明天 初全息秒 全息 好不好 這很重要 好不好我們來看下個單元來 彩金大頭挑 請金老師 來金老師 你的槍呢 我的槍 槍在手 一槍在手 希望無窮 無窮 川普為大家帶來噴槍 大家看到了吧 沒有正常 你又噴出來 是啊 等一下 等一下我自己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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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講之前我們還是把 比較重要的事情跟大家講嘛 我覺得 川普這樣看起來好像贏定了 尤其是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是太帥了 這張照片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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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 定江山的嘛 我跟你講那張照片 當時美國獨立紀念日的時候 你知道有一張照片 就好幾個軍人 然後把那個國旗撐著 法國獨立 獨立戰爭啊 哇 那天啊 不是美國是法國獨立戰爭 那個真的是一個英雄 他搞錯了 他搞錯了 英雄英雄 就是有一個旗子在那邊 拿著這樣的人 對不對 我覺得 真的是太帥了 對啊 我覺得感覺好像 拜登根本就不用選了 不用選了 那個已經打很多廣告了 就是看 看換人有沒有機會 而且美國是英雄主義 對啊 他們是崇拜 英雄的人 有人力的人 欸 你要是 你還敢這樣站起來嗎 你還敢敗敗敗嗎 好痛 腳都軟還說要穿鞋子 對 蠻厲害的 是啊 他做中螢幕形象欸 坦白說他真的 中槍之後還能舉出來 而且很多人說天選之人 他是中右耳 他原本看這邊喔 然後轉頭又來中右耳 他如果不轉頭 我跟你講就馬上穿過去了 對啊 就在前一秒而已喔 剛好看那邊對講機這樣子 對好像旁邊的 就有人死在槍手死嘛 兩個人嘛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告訴你 你看對講機 看那個對稿機 看螢幕很重要 對 所以是不是有時候你看我都跟來賓講 欸看一下對稿 看一下那個螢幕很重要 啊啊搞咧 沒搞 搞我怎麼沒被你看到 這邊就是搞 搞 搞 搞在這邊 陳諺陳諺 是不是搞啊 對對對 會是老師你對這種 不成熟穩重的男生 你覺得可以接受嗎 啊 他笑了 他笑了 對對對 然後帶來 他不說話 他就是不說話 好來來 好啦我們講 說真的那兩天 星期六星天可能很多人很擔心 其實根本就沒有怎麼樣 好我們看一下 就是在7月13號嘛 冰中一個造勢嘛 那演講會就遭到槍擊嘛 中到誘餌 好那目前來講 現在檢察官啊 說槍手是從那個集會旁的一個 一棟樓上面 據川普只有180到275公尺 用步槍發射八發 你看發射八發都沒事欸 我覺得真的是蠻厲害的 那這顆子彈改變了什麼 現在看起來 川普是會獲勝 那川普會獲勝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仔細推敲一下 而且真的天選之人喔 因為他你看喔 他如果第一彈喔 都不要 他就第一槍射進耳朵 而且剛好就會轉腳 轉過去了 子彈剛好轉過去轉彎過去 他如果第一彈喔 沒有轉過去欸 然後直接射腦部了 也拜拜了 或者是他第一彈 也沒有碰到耳朵 他也不會蹲下來 嗯 您懂的意思嗎 喔剛好就射到耳朵會痛嘛 對 痛得又馬上下意識的 往下 往下蹲下去 然後他第二發第三發都不中 接下來幾 接下來好幾發都沒有中啊 對 所以真的一顆子彈 聽說在美國選舉提前落幕啊 然後甚至那 怎麼樣債券也 這個多頭行情也落幕了 因為現在看起來啊 川普當選的機率是非常非常高 那川普當選大家知道 其實他會做什麼事情 有錢人都非常喜歡川普 像現在馬斯克啊 都支持川普了嘛 還有那個 那個亞馬遜的貝佐斯 他們之前川普有揶揄他欸 對啊 他就這次來支持他啊 對啊 然後現在那個連Meta Meta不是之前 就是臉書嘛 把他帳號進了 把他帳號都進了 現在都把他打開了 哎呀三人無祖國 不是三人 三人本位主義啦 壓寶已經壓寶出來了啦 對好 所以川普當選呢 有錢人為什麼喜歡他 因為他喜歡降稅 他自己本身也是有錢人嗎 他擴大 擴大政府財政支出 對他降稅會擴大政府的財政支出 那政府的支出如果增加了 那他要怎麼辦 他一定是要 用更多的錢 用更多的錢的話 他就要發債嘛 發債 對供給變多 供給變多了 那債券的價格 就有可能會因此而往下跌 真簡單嘛 譬如說你看雞蛋 供給量一多呢 對 你價格就會下滑了嘛 因為他們一直要賣債券嘛 一直賣債券啊 債券供給價格 中級多呢 價格就會下跌了 所以至今天 這個00687B就跳空有點下跌了 對 要注意一下好不好 對 所以這邊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債券後市的走向 那跟著川普的民調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川普又會單選 對債券市場不利囉 整體來看是這樣子 老師那可是現在要考慮到要降息 怎麼辦 中產期待美債可不可以買 會不會漲 我覺得還是會漲 因為畢竟美債他不會下市嘛 那就是看他什麼時候 要降息 我覺得最大重點還是什麼時候要降息 因為整體來講 降息對政府的那個發債也是有好處 因為政府就不用付這麼多利息 我覺得川普當選說不定啊 因為他們要發更多的債 那反而會造成就是 檢準會提早降息也是不一定 我覺得這後續都還是要觀察的啦 所以我覺得大家 現在為止也不用太過於擔心啊 那就是只是川普當選的話 整體來講其實 對美債來講是不太有利的 整體來看是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在旁邊的部分 那因為川普當選很多人就很擔心 這兩天就很多人就在問啊 川普這樣子 被擠了一發以後 會不會股票崩盤啊 其實現在多空都有雙方的想法 第一個 多方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從技術面去看的話 台股目前來講還是 頭頭高 底底高 好我們直接看大盤技術現金 對 現在頭頭高 來 就是底部還是不斷的向上墊高嗎 那這幾天的下跌 底部越來越高 然後高點呢 是不是也越來越的高 高點越來越高嘛 那底部沒有變更低啊 高點越來越高 底部 我們把這個買直一下 我有一些人都聽不懂 這邊底部 有沒有 一底比一底是越來越高 那高點呢 你看他的高點呢 震盪之後呢 創新高又再創新高 創新高一路向上攀高 現在下跌也沒有跌破前破的低點 所以多頭趨勢還是沒有改變的 斜力向上嗎 那比較偏悲觀的話 他們就會說什麼 現在呢會出現跳空的缺口 就是一個起跌的訊號 來我們來再回到剛才那張圖 雖然說我們說底底高嘛 頭頭高嘛 但是如果說你把這三根畫出來 不用 不用那麼多 這三根就好 這三根畫出來的話 在那個九泉戰法裡頭 它叫做夜星型態 夜星型態怎麼意思 跳上去 跳空上去又馬上跳下來 那上面就形成一個 類似一個就是星星 所以這夜星型態的話 後續在技術分析來講呢 好像是會往下跌的機率會比較高 這是空方的想法 好那再來技術面講完了以後 我們再看一下 多方呢有什麼其他的看法 比如說在融資的部分 他們會呢認為啊 現在融資余額是再創2008年以來的 新高嘛對不對 那多方會認為說 融資增加很正常嘛 這就好像 現在的便當 跟過去的便當價格是不一樣 融資通膨也是很正常 因為以前的錢比較值錢 現在的錢比較不值錢 所以呢融資增加是正常的 那空方當然不這樣子認同啊 他說融資創了08年以來的新高 而且期貨的空單也是 是今天好像有下跌一些啦 有下跌到3萬6千口 上禮拜五四萬口 但是3萬6千口也是很可怕 也很高也很高 對 所以呢他們說 期貨的空單 外資期貨的空單 最高已經來到歷史高點的四萬口 看起來應該是不太行的 那再來 股價淨值比也很高 股價淨值比的部分呢 台股的股價淨值比是2.68倍 本益比25.3倍 其實坦白說 以前台股的股價那個本益比啊 大概都在12到18倍之間 沒有到25倍以上的啦 股價淨值比 通常差不多 高於 在2以2 2就算高了 對 大概這20年來 沒有高過2.5以上的啦 對 好那多方的看法說 今年7月還是獲利是持續的成長 所以有基本面加持之下呢 他們認為還是偏多了 那到底多還是空啊 多還是空 我個人認為是多 還是多 而且呢我認為星期四前後 應該就會噴出了 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講 就是台積電法說錢 大家先壓寶 對 好那我想問陳映老師跟惠勝老師 陳映老師你覺得多還是空 現在的行情 禮拜四噴了 禮拜四是下午噴還是早上噴 早上就要噴了 早上體力比較好 你想噴這個名詞 你看惠勝老師又笑了 惠勝老師 是不是他一直騷擾你 沒關係你可以跟我檢舉 我們這邊有姓評單位喔 沒有 你看我都一直看惠勝老師的眼睛 為什麼 他沒看我我才偷看 好然後咧 我講完了 你剛剛不是說什麼收噴 我說早上 早上 體力比較好 體力比較好 有交易 惠勝老師呢 這還是怎麼看 去除那個陳映老師的困擾 接下來應該會比較陷入震盪整理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講一下台積電 就是台積電到底法說會完之後應該會怎麼走 我們會比較重視的應該是短期會從籌碼方面來去做分析 但是現在因為就像大家講的融資創高了 然後期貨空單也在高了 然後美股的部分往上創高 感覺也遇到了一點壓力 所以我們認為接下來應該會陷入震盪整理的格局 好現在講話期指是還算不錯啦 對 漲到100點左右啦 對 那納斯達克期指有漲了 0.6% 不過離錢高還有距離啦 所以我覺得多說 多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到底誰有理 那我們看一下大盤 到時候看大盤 對 怎麼走 我認為啦我個人認為 我講我個人認為 因為以川普這樣子的一個發生這樣的狀況 那其實目前的那個美股的期貨盤 納斯達克還有道瓊其實都是在漲的 那也就是說多頭格局他沒有改變 好那再來呢 星期五還有一個PPI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PPI公佈之後其實不如預期 這叫做利空 利空不跌的話我認為也有利於後續的發展 那短線到底會分除 其實我認為大家長線都是看好的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短線這星期會不會向上 還是說會先大幅修正以後再向上 我認為關鍵就在這兩天 就是明天跟後天 明天跟後天如果說呢 台股我們看一下 現在目前來講是不是在2萬4 我們把2萬4這條線畫出來 這樣看起來就是2萬4被跌破了 那2萬4如果被跌破的話 看起來短線是沒有機會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明天跟後天 他能站穩在2萬4千之上的話 星期四的前跟後 我認為噴出的機率很大 就是這樣子 我認為只要站在2萬4千年之上 陳老師你應該說星期五噴 沒有 你知道什麼星期五噴嗎 為什麼 現在是星期五 開始16噸 那16噸是往下蹲 不是往上蹲 蹲了以後要跳起來啊 因為我想要看你的膝蓋 我跟你講以前要跟我比16噸 你看我叫他保養膝蓋 每次跳跳 你現在有辦法16噸嗎 有辦法16噸給你1千元 不行了 你是故意的喔 我跟你講下禮拜來 下禮拜來 1千 下禮拜2千 好不好 16噸喔 要深度版的喔 當然啊 我認為一個禮拜你還是不會好的 要 要認老啊 對 然後量能我覺得量能也沒有 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我覺得散戶還在害怕 對 量有縮 量縮 所以我覺得不用太擔心 老師你剛才講PPI 對 美女有問題問你啦 老師因為現在內支的 內支比較強 可是外支是在賣的 我們現在到底要看誰呢 其實我覺得 所以我們直接看三大法人好了 老師你看 三大法人的話 今天外支賣超139億 台積電就賣了85億左右 那還有星光金賣了7.6萬張 自營商喔 今天賣超106億 怪怪欸 不知道是自營商 但賣超是因為賞戶申購ETF 還是真的賣 等一下問到陳映老師 可是老師 聽說今天外支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喔 對 今天外支的賣超之後 今年從1月到現在 已經從 就是近有多 就是進買超變成進賣超了 一度買超2200多億 對 今天變全部2200億 全部賣光光的 對賣光之後 還變成45.8億的賣超 還變45.8億賣超 哇賣的真的蠻多的耶 外支全部在賣嘛 那這次到底是外支 洗盤 洗盤子啊 洗碗啊 還是 還是 投信還是散戶呢 我想問陳映老師 因為陳映老師 聽說最懂自營 最會自營 你現在是問白天的工作 還是晚上的休閒活動 都一樣都一樣 來你說 其實如果我們仔細去看喔 這一次自營上的賣出喔 實際上是一件利多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我剛才 看過去喔 他賣超00929 00919 0056 外支在賣超是什麼意思 就代表他把貨 質疑賣超 自營啊 sorry 自營啊 表示他在出貨 這個盤商嘛 他不斷在出貨 然後散戶全部把它接走 所以這個賣超級代表市場接 這些高股息ETF 還有債券 我看還有債券 正二的 美債正二的 非通人債 全部在接 其實 你要去想喔 你看老師 剛才0091999 你就打 對 你在賣幾張 賣了10萬張喔 對 那就賣了 一張賣2萬億啊 那就2億了啊 對啊 20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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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是賣10萬張嗎 上禮拜五是10萬張嗎 11萬張啊 等於賣20萬億啊 所以自營商的賣超 其實實際上 是供貨給賞戶 所以有可能變 今天自營的賣超 是明天投信的買超 你說對不對 對 所以實際上代表市場 目前是熱的 好 願意接 接手 而且買的是ETF 你不要看自營賣超很恐怖喔 代表是賞戶在申購 他丟貨給你而已啊 對 非常重點 所以今天自己賣超 實際上嚴格來說 應該是算三大法輪 只有外資賣超 外資有時候也會供貨啦 好沒有錯吧 是講到獨家的消息 那空單呢 空單口數呢 空單口數已經來到 36,218口 有減少 有減少 還是蠻空的啦 對 整體來講他們是蠻空的 但我個人認為 外資的做空不要太在意 因為其實在2020年到2021年的時候 是外資史上第一大跟第三大的一個賣超 其實那兩年呢 台股漲了9000點 從不到1萬點 漲了9000點 也就是快要翻倍性的漲足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參考一下就好 先參考一下 注意一下好不好 對 其實我會平常老師有跟大家講的 2020年 2021年也賣了不少 好老師 那我們來看一下你剛才講PPI 對 剛才講PPI嘛 那PPI的部分上星期五公佈了 那本來公佈呢 PPI是生產者物價指數 就是在生產方的物價指數 如果生產方的物價指數一直高 它一定慢慢會遞延到消費方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6月的PPI的部分 預估是2.2公佈之後是2.6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喔 它一公佈完之後 美股是沒有跌的 所以我真的認為 為什麼我會比較堅持看多一點點 就是因為 另外 利空 對 我們股市來講 這是利空 因為它看起來如果說PPI增加了 美國降息的時間可能要增長 但是呢這樣的利空之下 美股還是繼續向上漲 我們也看到了 7月1年期的通膨的預估率 也是從預估3.0 下降到2.9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看 通膨就像鮑爾講的 是有慢慢緩步向下滑的一個跡象 所以大家就不用太緊張 那現在看起來呢 因為這些數據公佈之後呢 美國聯準會看起來現在9月份 根據FED Watch 它降息的機率已經高達9成以上了 所以我認為 還是比較偏樂觀看待後世的一個行情 那我們再看一下右邊的部分 9月會降息喔 9月降息 現在機率已經9成多了 如果很多人壓寶這降息的債券行情 可能現在就趕快買了 對 那再來是美國的6月CPI 因為本來是公佈說要預期是3.1嘛 公佈完是3 那所以很多官員現在都開始講喔 降息的時機慢慢成熟了 而且連報都講喔 降那個 如果利率一直維持在相對高點的話 那對經濟來講是不好的 而且呢 他也有講喔 不一定要到2%的目標他才要降息 所以報也在寬鬆 他的講法也在軟化了 那現在呢最新的那個FED的傳生從 Nick Diberg 對 他也就講喔 他說 今年會降息兩次 分別在9月跟12月 但是以目前市場會預估啊 因為通膨持續的降溫 今年可能不只是降息兩次 有可能會高達3次 好 那本週我們幫大家關注一下 那債券不得了喔 哇 債刺股市都有機會噴喔 對 因為大家之前只有有些人 預期值降息一次欸 像這個傳生筒那個teamers 都告訴大家 欸有可能3次 哇真誇張 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本週有什麼重要的一些行事例 那其實呢 7月16號是6月的零售銷售月的那個 月增率 這個好像還好 最重要是這個老師 好 0050 欸 欸0050這邊除息也是蠻重要的 0050跟0056嘛 但其實我認為最重要的是 法說會 台積電法說會 還有星期三 台紫期結算 因為現在外資空單這麼多 台紫期結算 他們會不會自己認輸 還是說他們打死不退 如果結完以後 只剩空單兩萬三兩萬口 還好 對 如果結算完以後 空單也是三萬多口 那就怪怪了齁 對 所以星期三台紫期結算 跟星期四 台積電的法說會 我認為是 這星期最重要的兩件大事 好 謝謝老師 我們來看下一個 那你今天有介紹什麼股票 老師 因為旁邊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中興店 因為重店類股族群呢 持續的向上 那中興店本身呢 因為現在夏天了 我們在外面快熱死了 對 發電的效率應該比較高 台灣又缺電的話 那我可熱死了 我現在穿寶的西裝外套 也是裡面在流汗 中興店 中興店他本身 除了台電的強盾電網計劃之外 他還有台南還有花蓮的電網 預估呢他應該會有大概 超過500MW的一個 這個供電量即將要 那個放到那個台電的電網上面去 所以呢大家對他的預期來講 就是有一個期待 好那我們看股價的部分 這幾天的股價呢 不管大盤怎麼樣跌 他都是持續的向上不斷的創新高 而且量能並沒有出現失控量 量能都是穩定的 好所以呢我認為 大家可以抓一下這個關鍵的一個點位在 230塊 只要呢未來幾天呢台股如果跌 他都沒有跌破230的話 我認為啊 短線上持續向上漲的機率蠻高的 而且同一個類股族群裡頭 華城亞利中興店 其實都是在漲的喔 還有四店 所以大家都可以同步去看一下 是那個核山產的1號機727號 要儲藝 儲藝 聽說這個沒有辦法就是要儲藝 這是在展一個題材啊 對啊沒錯啊 那到時候會不會真的有機會跳電嗎 缺電一定 會不會有機會跳電啊 因為好像有機會 也好像會影響到2到4%的一個用電量 對那如果跳電一下 我覺得重電相關的類股族群就有機會跳一下 跳上去一下 但是我們不希望跳電啦 對啊最好是不要 最好不要 對啊 那另外一個就是 電線電燃股大亞 那為什麼我看到電線電燃股 因為其實我們政府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不是缺電我們只是電王老舊 那電王老舊你要做什麼事情 換電王嘛 好所以呢大亞呢 他是台灣前四大電線電燃廠 所以他是最直接受惠 目前來講呢 他台電的訂單早就已經滿了 那他除了台電的訂單之外 他自己本身坦白說 他也有那個魚電工生在雲林那邊的 魚電工生廠 那年底呢200MW 差不多就要上線了 所以我認為他既有電線電燃 又有太陽能 魚電工生這一塊 那所以我認為他後續呢 是滿值得期待 那我們看股價部分 在55塊附近震盪好久了 我們看一下 震盪兩三個月了有沒有 一直好恩著走 好恩著走 那今天終於冒出第一根頭 那只要不要再跌回去 這三天他只要站穩這個區間的上緣 我認為他後續繼續向上噴的機率就很高了 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標股 今天老師來要加一下 要加一下喔 哇這些電線電腦或是這些 電力概念股喔好不好 希望台灣不要跳電 不要跳電 好不好 真的不要跳電 我們股票跳上去就好了 股票跳上去就好了 好 重電股也可以漲 可是不要跳電 不要跳電 好好來基地老師來記得加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下個專員 來 熱門我最貼 立台跟永信劍 老師你好 立台這就厲害了 掌停了 因為大家都聽過美超維了吧 美超維他引進的就是資金 就是美超維的三兄弟 梁家三兄弟去入住之後呢 前一波美超維大漲 其實他前一波漲超兇的 那這一波呢 因為隨著美超維的修正之後 他也跟著修正了 那今天這幾天有傳出來一個消息 震撼彈了 美超維要被納入 納斯達克100指數的成分股裡頭 那大家想想看 美超維被納進去的時候 就有機會帶動資金 再進場再買 那美超維如果向上漲的話 欸 那我們的那個立台 就有機會跟著向上 大家還記不記得上一次 上次其實也是 比如說像特斯拉納入標普百 噴出 好 所以呢我覺得美超維呢 如果被納入之後呢 會帶動美超維的股價上漲 那立台也會跟著受惠 你看今天呢 本來呢 我們拉長線看一下 他本來跌破了前波低點 112塊 大家覺得他沒救了 對 今天一根漲停板 把所有的壓力線全部都收復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這兩天呢 股價有沒有機會 站在125塊之上 如果有辦法站在125塊之上的話 我認為短線 就這兩個禮拜 就有機會挑戰150塊的關卡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那另外一檔呢是 就是永信建 今天營建類股好強喔 好強耶 我們以前 我這講過好多次 以前買房子都 大家都說要沿著什麼買 沿著捷運買 現在買房子要沿著什麼買 什麼買 台積電買 對 現在買房子都要沿著台積電 那現在台積電在南科那邊 不是要建廠嗎 對不對 那永信建它本身就是高雄的房地產了 對不對 對 那它在房地產的部分呢 它現在下半年陸續推出比如說 像19億的一個人武大倉案 還有呢20億的鳳山鳳東案 都即將要就是完工 然後要納入就是營收了 好所以它6月份的營收是年增37.8% 而且重要的是什麼 它本一比就13倍 殖利率還有5% 所以基本面還是非常好 那股價我們來看一下 它股價呢跌破了月線之後 有沒有看到 3 4天內立刻拉回 對 這不就是形成我跟大家常常分享的 葛蘭碧巴法裡頭的假跌破 好那今天收復了月線 那我認為明天後天只要能持續站在月線之上 短線都有機會挑戰前波的高點 大家可以持續留意這檔股票 好的 持續的留意 還有另外兩檔股票 林洋創新跟神盾 惠森老師想請教這檔股票 為什麼你看好它 好 我們挑選它的邏輯是因為現在指數 畢竟在相對的高點進行震盪 所以這兩檔股票其實他們都壓回 然後打抵了一些時間 那兩檔股票的差別在於 林洋創新它是有基本面的 然後神盾的部分它是屬於比較題材 因為股票市場是這樣子 有些基本面的會漲 有題材的它也會漲 所以呢我們各挑出這兩檔股票 那林洋創新 不好意思問一下 林洋創新跟之前的林洋什麼關係 它是林洋的子公司 然後 講到林洋的部分 因為林洋它做了很多的一些所謂的影音媒體IP 可是這些IP其實在以前的市場 並不是很受到重視 因為它是小眾市場 那主要林洋是做在車用 然後林洋創新它是做在這個NB的部分 那麼在整個林洋集團裡面 其實林洋創新的獲利是最好的 大概每一年都有6塊錢到7塊錢的獲利 那林洋創新去年算7塊3 然後股息發放發放了7塊錢 其實還蠻大方的 那這檔股票也很可愛 就是它的股價大概就是在140到200塊錢這邊區間整理 那上一波200塊錢壓回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打底完成之後 今天跳空向上漲停板 股價還在相對的低基期 那為什麼它會比較有題材性呢 因為我們知道下半年這些 終端消費型的產品都要陸陸續續的推出 是他們的旺季 那因為林洋它有很多的相關的影音IP 所以很有可能會幫助林洋創新 它在這個AIPC的部分呢 可以運用這一方面母公司的IP 讓它在這個所謂的 AIPC的滲透率能夠持續的往上提高 那再加上它本身的獲利也是不錯的 所以我們覺得這檔股票可以去做留意 那麼另外一檔股票呢 就是比較題材性的神盾 我們可以看到神盾集團 其實今天表現都還蠻強的 包含安國跟新鼎 今天都攻上了漲停板 那麼神盾集團來講的話 它沒有賺錢 可是市場上其實還蠻買它的單的 那它有一個重點就是 因為它併購了很多的公司 就是要攻這個AI的部分 那它的重點我們覺得 Focus在於端對端 所謂端對端就是說 它在最上由ASIC的 要做出來很快速 它就是需要IP 那它有IP 然後也有ASIC 所以它等於就是可以形成所謂的一個 比較一條龍式的服務 如果是在組裝廠來講的話 它就是有點類似很像鴻海 當然它沒有賺那麼多錢 可是這是它的一個題材 那因為安國跟新鼎 今天都攻上了漲停板 所以母公司神盾的部分 我們也認為它應該相對上 會比較有機會一點 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股票 我信説你來 好多基本面 神盾提供一條龍式的服務 那陳彥老師也擅長提供 一條龍式的服務 怎樣呢 白天跟晚上 老師來 來 都是自營高手 是 那你今天提供一條龍式的 ETF的服務解盤 好 大家就直接把0050跟0056 一起跟大家分享 好 明天要除錢洗啦 明天除錢洗 你這一趴是不是點閱率最高 收視率最高 我坦白講 你今天要買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你看到我們節目也是只能等明天啊 對啊 那我覺得你就除息完再進場 因為我們按照過去的經驗來看 明天是除學習的嗎 對 我們按照過去的經驗來看 除了少數幾個股市在高檔 你看像那個 那個 2022年 那個時候花比較多時間 2022年 因為那時候股市要大跌錢嘛 要花511天 對 511天 511啊 不要變911就好了 511我還可以接受 511 那所以 跟你講的話一樣 511啊 511 不錯 真的不要511啊 好不好 但是你去看喔 也有一天的喔 也有一天喔 那我們仔細看發現說 通常一天就填息的齁 當時的股市都比較偏向在多頭 有可能2023年吧 那時候1萬3 1萬4而已啊 對不對 所以如果按照現在大家都說台股會上10萬來看 其實現在2萬4 10萬 沒有沒有人這樣講過是嗎 沒有 是講道雄指數 道雄指數 道雄指數 8倍特 4萬4萬 4萬 講錯講到比特幣去了 10萬有可能 講到比特幣了 混淆了混淆了混淆了 但我是說如果以台股現在能維持在 震盪偏多的情況下我覺得 不要說一天啊 我覺得快速填息的可能性其實蠻高 所以明天就可以考慮買了 好 那0.050嘛 那0.056呢 那0.056當然 兩個好兄弟喔 我們看他最近 可是0.050比較偏台積電 比較偏台積電 就台積電影響比較大 所以你看嘛 明天 然後大家看好台積電 欸搞不好 進場卡位的就會比較多了 那0.056因為近期來看 在所有高股息成分股當中 他的配息是相當高的 但因為這一次的殖利率比較大 因為這一次配出來殖利率超過百分之十 欸他這種老牌的 老牌的殖利率還那麼高 算很優秀 很優秀 因為那時候我們福利智老師 那時候我們做過特別單元有講過 真的真的 他家產比較多 他是最可以發 因為他之前資本利的很多 資本利的多 他之前他可以發 至少三年 三年沒問題 就是三年的鼓勵 我就讓我沒有 就算我這些股票 這些裡面一貼不含的股票 沒有發什麼鼓勵 我還可以發三年 成三年以上 至少喔 因為其實3.7左右 所以你要講 他的家產很豐厚 因為他賺了很多資本利益 所以 所以有時候我通常去店裡 我也都點老牌的 因為有時候一出來 欸讚 真的是這樣 欸 對對對 這個很重要 沒有 我加什麼 我不要加話 下次帶你去你就知道了 老牌牛肉麵 欸對老牌牛肉麵 不用帶我去謝謝 那目前這樣看起來 當然 殖利率10%要快速填息 比較不容易 但是 如果照 照這個邏輯去思考的話 你除完全息 那那個低點是不是反而更好近 對不對 因為你等於比別人便宜10% 殖利率啊 從殖利率的角度來看 好不好 所以這兩檔 我覺得明天大家可以特別關注一下 就這個時間點來講 還不錯啦 還不錯 他有時候填鞋期的時候 怎麼樣 也十三七天 因為他殖利率比較高啦 對 你想想看 一次就被扒了10%了囉 那個除泉息 也不錯啊 七天也是很厲害 好不好 對啊 七天啊 這頭七天通常會比較辛苦 但是以前殖利率好像沒那麼高啦 頭七七天就回來了 對啊 所以第八天就沒事了 因為頭七天撐一下就好 他講話今天有點冷 我希望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膝蓋不好的關係 對 有關係嗎 欸欸欸 這樣趕快笑他不能16噸嘛 是不是訓掉 你拿1000塊出來 你拿 來 下面 都有 1000塊 陳老師 要真操 陳這 陳老師需要很多愛的人啦 因為大家要光懷他一下 所以小小鼠GP520啊 他希望大家愛他一下好不好 記得叫他Line 好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教練股幫你圈 我們找分析世界裡面最甜的 好 惠森老師 趕快慢慢來 好 三三來死也沒關係 還是會來 還是會來 禮拜三也可以來 也要來 禮拜一也可以來 好每天來 蘋果回答狂追單啦 台積電法說會 見轉折 哇剛才我查了一下新聞 哇這GP200的訂單 哇如果說追加的話 聽說這個回答要追加 25% 我不知道這才假的 聽起來法說會好像很好 還是要問一下老師 因為老師現在信手 你還都是賺頁面 老師您說 好 台積電的法說 現在大家都比較關心 就是說法說的內容 到底會不會見轉折呢 我們看一下他的整個內容 就是說台積電 現在目前法人預估 第二季的單進EPS 接近9塊錢的水準 這一點來講 我們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第一季就已經賺8塊7了 然後第二季的營收 又比第一季多出了13% 所以 再加上第二季的台幣 比第一季貶值 所以第二季 我們想隨隨便便 應該9塊錢 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問題來 就是說 整個台積電大家看得很好 接下來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去對比上次的法說 我們可以發現這次的外資 對於台積電全年的營收 它預估會是成長到高飆 25% 那 關於這一點 我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有沒有可能到2728元 現在已經喊了耶 營收 有機會成長到27% 28% 我們覺得 有可能 現在上半年已經超過25%了啦 累積營收 對 因為今年上半年來講的話 它是賺1.2兆嘛 去年是2.1兆 營收啦 營收 所以已經上半年達到去年的 大概55%了 那下半年又是旺季 然後有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因為蘋果 它上調它今年的i16的這個銷售 還有揮達的部分 剛剛 哲哲有講到了 追加GB200的訂單 那因為蘋果佔 我剛才查一下 應該是Blackwell的訂單 那也有GB200的一些訂單也追加啦 對對它都追加了 那麼 台積電的部分來講的話 蘋果佔它的營收比重 還是高達25% 輝達佔10% 所以這兩間公司 就佔它1.3的營收 所以這兩間公司如果好的話呢 它全年的營收再繼續成長 我們認為是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是可以打勾的 那半導體的展望 是不是能夠回到超過 10% 因為它上次法說 說成長超過10% 那這次大家對它的期待 是希望它能夠超過10% 對於這一點來講的話 我們認為也是可以達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半導體 我們可以看到整得很清楚 就是說國際級的這個CSP廠 他們今年的資本支出都超過3成 然後明年的部分呢 大概可以到2成 甚至現在有人估也是到3成 那這些大廠 他們最終的源頭都還是要跟台積電下單 所以這部分我們認為也是沒有問題的 老師半導體展望是不只台積電這個半導體 也有相關的一些成熟製程的半導體 對 之前好像下修別人 你看下修嘛 下修別人的那個成長展望預期啊 對 造成那一天台灣股市大跌啊 對 所以我們 這次應該把它回調回去 是 我覺得這個哲哲講到重點了 現在大家其實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這一次會不會又開槍喔 因為 會不會講說只有我們好結果別人不好 法術會不要亂調別人的猜測啦 是不是 對 像我常常說我好 我怎麼會說陳彥不好呢 好像會齁 會喔 會喔 所以你看我真的不想講你尿尿的事情 剛好而已 剛好而已 存量比較大 你不要一直嫉妒喔 好 那所以這兩個我們覺得都是OK的 那資本支出的部分來講的話 比較不確定 但是資本支出會增加啦 只是說 是不是 是什麼時候會增加 這個我們就比較 不是那麼清楚 2025年 2026年 這難說啦 對這真的比較難說 老師已經 老師已經把專業該講講了 兩奈米製程的老師 兩奈米製程的部分 這個 2025確定是會量產 但是會不會提早到上半年 因為這個目前真的也沒辦法知道 因為他在今年的北美開發者大會當中 他們的這個主持者就有講到 高層就有講到 他們在2025年是確定要生產兩奈米 相關的一些產品的 那麼所以這樣子來講的話 其實對台積電來講 兩奈米也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 兩奈米的代工 比三奈米呢 多出了50%的這個收入 三奈米的一片晶圓的代工呢 是兩萬塊美金 兩奈米的部分呢 是三萬塊美金 所以這一部分 來講也是很重要 那關於兩奈米 一定會提高馬率的啊 對一定會提高馬率 那所以這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之前大家就有講到過 二奈米 因為二奈米它是進入另外一個製程 從FinFET變成GAA 那可是我們其實之前在福利社 有跟大家講過了 在GAA的這個專利的部分呢 台積電還是比三星來得多 雖然三星比台積電更早進入GAA 但是一直做得不好 所以整個來看的話 它其實都是蠻正向的 好來 那麼到底 謝老師告訴我們法縮的差別 然後信手你來都是數字 對 那麼到底出來了之後 因為現在又有一個 揮答的部分出來嘛 所以我們覺得說 它展望是正向的 那到底法縮會出來之後 結果會是如何呢 老師你看這個GP200 本來四萬台被六萬台 其實我們剛才講說 增加25% 照這個數字來講的話 也不止耶 增加50%的訂單 對 好那我們往下看一下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這個出貨的訂單的預估呢 這兩個加起來 包含對於揮答的貢獻呢 就是1200億美金 可是去年揮答全年 是賺了609億美金喔 所以等於是成長了一倍喔 這個非常基本 這兩個喔 對 如果是五萬台跟一萬台嘛 對 算進去嘛 對不對 對 去年全年一次 哇 是那等於是票房保證嘛 難怪揮答可以想要那麼高的 那個本益比 對 好 但是大家比較困惑的就是說 這樣子一個利多出來 其實台積電今天好像沒有漲耶 今天還收在平盤附近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現在外資對於台積電的評估 大概是從1080塊錢 到1400到1600 那我們覺得1400比較合理一點 因為如果剛剛有講到 台股的本益比25倍來看的話 明年賺56塊錢 25倍的本益比剛好這個位置 就叫做1400塊 可是他不會一口氣衝上去啦 我們認為未來的台積電 應該就是 1000塊 1100 1200 整數他都會有一些壓力存在 謝謝老師 老師另外一位 應該算美女啦 他有問題問你 應該 應該有問題要問老師 老師我想問啦 因為台積電的消息 這麼的好 有沒有機會呢 這個月就 創立此薪高 1080也不難啦 如果他法說好的話 這個他這個回答問題很爛 所以我給你解釋玩一下 除非啦 除非他法說出來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大概的狀況是這樣 除非他法說出來 比剛剛的預期又好很多 我們認為才會比較有機會 不然 這邊很明顯的看到 1100塊錢 我懂 你說這些利多大家都已經猜出來了 對對對 你要更好的事情 所以老師你比較偏向於 行情是區間盤整盤的感覺喔 對 因為如果台積電 往上遇到壓力的話 然後外資很明顯的 他今天就是 開始在壓台積電嘛 因為他要結算嘛 所以在這區間的話 今天也賣了8000多張 賣了80幾億 賣了80幾億 賣了80幾億的一個訂單 大概85億 所以都在賣 用力賣 賣的蠻大力的 轉線會震盪 但是長線上 我們還是認同他是好股票 因為如果他真的是在賣那麼多的話 就比較難拉起來 雖然這一波 外資也沒貢獻多少 我們他圓圓圓圓 都在賣喔 對 可是現在賣超的力大 有變大 有變大 真的有變大 他主要是籌碼的問題 因為1000塊錢以上的台積電 大部分是第一個投信買 第二個散戶買 那散戶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他如果看上不去的話 籌碼就容易鬆動 好 要注意一下 所以外資籌碼最多 可是現在買的是投信跟散戶 好 老師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除了這個GB200的出貨 灰塔的出貨 有機會拉台積電 蘋果 你剛才講蘋果的出貨 也有機會拉台 台積電或台灣供應鏈的概念 我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好 蘋果的出貨 當然絕對對台積電 是一個正向的作用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畢竟他佔他 四分之一的營收 那我們可以看到台積電 蘋果向供應商告知呢 今年下半年i16的出貨量 可以達到9500萬隻 其實在去年來講的話 i15的出貨量是8100萬隻 所以等於就是說 他這張中他成長了多少 17% 可是一整年是成長11% 那這代表什麼呢 這代表說下半年要進入旺季了 他整個的拉後會比較集中在下半年 這對於蘋果或者是對於台積電來講 是比較好的 那因為之前蘋果大家都覺得 比較沒有什麼創新啦 所以很多人其實手上 現在都還是舊的蘋果 比較沒有換新 因為老師 換不換新的看不出來有沒有新的 真的啊 那你要換嗎 我還是會換 我是為了研究 他手上每一隻手機拿出來 看起來都一樣 看起來都一樣 他每年都會換的 你可能人家都不知道他有換 你那年太久你就知道 他年年都換 而且有時候過內 我還一次換兩台 就是我換你又再換 來不及修理 然後換完要念說 沒什麼沒感覺 好 我是為了研究 真的是為了研究 因為人家換手機 也不知道是真的 也不知道有沒有換 看不出來有什麼差 我每次最新的顏色 像去年 像去年新機的顏色很醜啊 比較暗色系 我不太喜歡 沒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接收你的 接收我的 所以我們接收你的標課 比較實在啊 好 老師已經有四年 已經有2.7億支手機 沒有換喔 那該換啦 好那現在問題是 這2.7億支手機 有沒有想要換喔 就是蘋果的手機 到底有沒有吸引人喔 那這一次他出來的 AI是他自己研發的 叫AI Intelligence 這件事 那他到底有什麼樣的功能呢 我們就兩個簡單的 拭目以待 一個是安全 安全 對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貼心 貼心 對 什麼意思 這些跟陳奕老師完全沒關係啊 跟我在一起 又不安全 就有安全感 又沒有貼心 而且我對女孩子最貼心 因為我又把她的臉貼在我身上 真貼心 你這個叫做強吧 不安全又不安全 健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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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所謂安心的部分 這兩個心 我本來想安全又安心 安全又安全 對兩個安 安全的部分 因為一般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 我們的這些所謂AI 都是透過CESP廠 比如說KUGO啦 或者是 Microsoft 他們這些所謂的伺服器 去做運算 可是在蘋果的部分 他們是靠自己的所謂的雲端 所以這一部分 他們是自己管控 他保證你可以絕對 最放心 所以你會發現到 常常有什麼電腦中毒 對 資料外流 蘋果手機中毒 就是這一塊 很多買蘋果手機 就是因為他的 相關的後勤服務 或者雲端的服務 真的比較好 安全性比較好 對 因為AI的部分資料 在天空到處飛 大家很害怕我的個資 會被外流 然後會被盜 安全 是安心呢 貼心的部分來講的話 他就是依照你個人客製化 比如說 哲哲你自己的手機裡面 你包含你的郵件 包含你的這個 LINE 或者是包含你的 相關的一些文書 什麼 他可以把你 你跟他說 我要從這裡面去做一個文案 那他就會幫你把這個文案做出來 而且還可以依照 你個人的喜好 去做兩個不同版本 比如說你是針對 謝承諺老師的話 你就說 他可能給他的文案 就說 承諺不要在每天在那邊 亂玩 亂玩女生 亂玩女生 然後如果是給Coco 他就會比較可愛一點 Coco 加班很用 語氣不同 語氣不同 所以GPT現在也有這種功能 就類似這樣子 對他就是類似這樣子 比較不一樣的 就針對你比較客製化的 好 謝謝老師 然後我們來繼續看RG 來 所以老師那相關的這些 iPhone 16跟15 聽說也有一些差別 最重要差別是什麼 記憶體 記憶體變大 其實我都沒什麼感受 其實主要是AI 主要AI 還有他的鏡頭部分 也有一些在強化 好來 那麼蘋果 5nm變3nm 對台積電有關係 蘋果相關概念 我們來看一下 三檔裡面 老師我們選一下其中的一兩檔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挑2368的金像電 好老師 5nm 跟平概股什麼關係 可能我們把它往 縮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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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之前經歷了 再縮小一點 他之前經歷了一個大跌 然後整理了 滿長的一段時間 是 好來 那麼在金像電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就是說 隨著這個AI的增長PCB 他的這個需求也會持續的增加 那在金像電的部分來說的話 他在AI的比重來說是最 其實是比重很高的 高達30%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金像電第一個 他的技術現行上來講 其實是在相對的一個低檔 然後再來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他的獲利 因為他的AI的營收比重 持續的在增加 所以他去年大概是賺7塊錢 那今年預估是可以賺到增加1倍的數字 大概是14塊錢左右 那明年都已經估到18塊錢了 那如果以今年的獲利來去做預估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金像電 現在目前的本益比大概也只有16倍而已 所以是現階段我們覺得指數在創高之後 他是一個比較可以安心 來去做一個投資的標的 因為很多股票的本益比的20倍以上 比如說16倍 1516倍本益比的金像電 還算很合理的投資範圍 我們去看下去 老師 還有什麼股票 茂連 茂連的部分來講的話 他是比較focus在我們剛剛上段講的台積電 揮達的GB200的部分的系列 那他是比較斜槓 我們可以把茂連的線型也再縮小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茂連其實之前一直在200多塊錢進行整理 因為大家對他比較沒有什麼期待 可是講到茂連 以前測試他概念股嗎 對 我們覺得就是說有些斜槓的股票呢 其實表現可以很好 比如說像有一檔1536的核大 核大其實他的股價也是一直整理整理了 我們可以縮小一點 整理了非常久的時間 再拉輕一點點 對 他因為之前是汽車相關股票 現在都在整理 對整理了很久 可是一下子就衝出去 為什麼 這跟茂連什麼關係 他傳出他跟特斯拉合作 要提供特斯拉的機器人相關的零件 你想是核大嗎是不是 對核大 那茂連呢 茂連現在是鞋幹什麼老師 那茂連的部分 他是從原本的一般的這個汽車線數 鞋槓到GB200的這個整個伺服器� 它是有做提供的 那能夠提供這相關線數的廠商 其實並不多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GB200 他的這個伺服櫃 他是很多的伺服器在裡面 所以他的線數 比起一般的伺服器的線數更複雜 而且技術性要來的更高 數量要來的更多 那所以呢 茂連是少數當中 唯一能夠提供GB200 線數相關的廠商 所以我們看到他的股價 最近表現就很強勢 那因為他現在已經創高了嘛 我們比較建議就是說 如果能夠有壓回來到月線 附近的時候呢 再來去做考慮 月線大概是367元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看法 惠山老師的line 要記得加 因為其實剛才茂連你講到嗎 這個線數這邊有用到認證 因為像這種汽車概念股 它有時候認證 到5到10年才認證成功 這麼久 是啊 因為安全規範 車子出的事怎麼辦 那賠賠不完的耶 你看一台幾十萬台 然後你可能幾個車禍 你可能賠不完的 所以這種認證都要很久 所以相關也在這邊 老師認為在伺服器這一塊 線數其實是有機會 在這邊反而是橫桿成功 繼續創造營收 會上次的line記得加一下 那我們節目每天其實都很精采 歡迎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個週五晚間 八點上線 一三五解牌影片 二次教學影片 最後按照片 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財富free free free 喔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台生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神 賣遊戲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這家二葉一高創大骨 想先到 開始想打 開桌後 啊 這嘴巴好厲害喔 這裡 這裡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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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大糊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黑揚機率常活 我確實在往好開 住要待會兒 看空手下求同有人跟在你左右 壞就奔 壞就奔 交易之前要靠底子氣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要告訴你 這打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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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點上線 八點上線 二十刀十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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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0800668085 本公司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執照字號為 111年經管投顧新字第014號 本公司以所推介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補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